2024年是中国农历龙年 据相关报道 世界超市义乌龙元素产品热销 爆款生肖龙商家卖到缺货 近日记者实际走访了义乌国际商贸城 首先来到洗清用品区域 在这里福字、对联、挂戒、灯笼、琳梁满目 其中不乏生肖龙的元素 采访中本地客商王强告诉记者 今天他不批发货物 找老板帮忙给自己家里置办几样年节用品 一来快过年了 二来子女要办喜事 当天他挑选了三十几样各色龙元素的产品 并满意的对记者说 这些产品工艺材料造型都很好 寓意也好 回头家里放一些 自己的商铺里也摆一点 他最喜欢龙了 先那么说 无论从工艺材料 包括整个形象 非常形象 非常好 就是一个什么公式发财 新养快乐 结贤如意的这些 招财金宝的都很好寓意的 龙是威严的现真 龙是最好的 世界一商总会理事 浙江义乌文化礼品行业协会会长 楼宝娟在采访时告诉记者 为了准备龙年的产品 从2023年年初 设计研发生产 至八九月份才开始销售 他们总共准备了一千多款产品 销量较往年有大幅度提升 目前有点供不应求了 我们总共这产品有一千多款 其实龙的元素装的大部分 各种形状的 包括烤铜的 蒸的 拉的 挂的 都有 其实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生销 其实每个龙年 其实是最好卖的 因为中国就算好像中国龙 龙年的任何产品 我们店里这些贴的 拉的 挂的 都很好卖 那今年的销量 确实是大幅度上升了 而且到现在时候 产品都是供不应求 我们现在的很多单纸 都接不下来 而且很多这里销售 现场卖的货 都是靠早上来抢一下 有货 到下午都没货了 从事该行业多年的 楼宝娟表示 近几年 年结用品销售情况 也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 其一 是华侨华人的订单量 在不断增加 其二 随着国内消费水平的 不断提高 对产品品质的追求 也在逐年递增 东南亚的采购量是比较大的 因为很多国家 包括马来西亚 新加坡 很多地方 都是华人很多的 大部分 华人装的大部分 其实华人的心理 对中国的春节 也都是 反正是一种信念 这几年这些量越来越大 以前的话呢 我们过春节 像我们这种贴的东西 就觉得简单的 红红火火贴一下 不过这些年来 可能受国内生活水平提高 大家都比较简旧 以前贴的东西 我们都像这些 以工艺品形式的方式在做了 随后 记者又作访了 商贸城的玩具区 虽然龙型玩具和玩偶 再次不占大比例 但是一些商铺内的 生销龙产品和备货 还是比较充足 一般来说的话 我们遍布好像全国都 都是还可以的 就是说像新疆啊 这么远的地方 他们拿回来都还可以的 一般来说 比如说 残沙 张家记啊 广州啊 这些都 反正都有 新加坡啊 马来西亚 还有我们台湾啊 都会有 美国 我们今年这个龙 它很复杂 龙复杂的话 现在来说价格也会高一点 但是总体来说 还是比前年年要好的 我从八月就开始买了 卖到国外 美国 菲律宾 当时他们订的一批 最大的一批 大概买了多少个万 三万个货吧 就是这多了 国内就是 十月份开始 到现在 就这样子 上半年六月份 我们卖的是 常规款 不是红的 后面是卖的 像中国龙一样的 然后最近就卖这种 喜庆的这种 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